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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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就露出了这种老来得子的慈爱微笑 这个时候皇后也来看小燕子 为了突出皇后的尊位地位 剧中想起了迷之必战 此时向我们走来的是困境工坊镇 皇后迈着矫健的步伐 鞋中摸摸家道 作为全场唯一一员家的皇后 不仅质疑小燕子的身世 还质问令妃 为什么宫里所有人都说小燕子跟皇上长得像 这哪像了 皇后一走 令妃立刻就跟皇上哭唧唧的告状 小燕子终于醒了 她本来想赶紧告诉皇上紫薇才是她亲女儿 但是现在有人关心她 有人尊敬她 皇上和令妃还催她管快叫皇阿玛 小燕子一个没忍住 就认下了这个格格 她本来想商养好了以后再告诉皇上真相 但是令妃跟她说 还告诉她要是乱说话会死一大片人 小燕子就不敢说了 他们在花园里遇到了武阿哥和尔泰 对于猎场的那一件 他们是这样和解的 皇上跟大臣商量 要怎么给小燕子一个名分 一个不起眼的大臣说 旁边的尔康她爸表示赞同 小兰的顾虑确实有理 嗯 你告诉我她是季小兰 原来皇主格格这个名字是季小兰给起的 怪不得皇上这么喜欢 有了名号 皇上就准备带小燕子出宫 祭天抽神 她一想到终于能给大家晒晒这个新女儿 开心的头上的假发都快粘不住了 出宫那天 紫薇终于找到了小燕子 她俩之前一直联系不上 还以为小燕子被当成刺客抓了起来 却没想到她顶了紫薇的位置 去当了格格 这给紫薇气的呀 当场就要拦下轿的去找皇上说个明白 结果被侍卫拖住 上来就是一顿毒打 遇见侍卫尔康赶了过来 她看到紫薇突然有种心动的感觉 就叫停了手下 还把她接了回家 紫薇在尔康她家交代了自己的身世 尔康她爸是个好人 想要帮她讨回公道 他们调查之后发现紫薇还真没说谎 但这是个大事 皇上现在正开心呢 没人敢扫她的信 福家人只好让紫薇先住下 烧安勿躁 紫薇心里苦啊 晚上就弹琴唱歌 尔康一听立刻就逃对了 好美的琴 好美的歌啊 她劝紫薇别着急 万一这其中有才误会呢 我们先看看小燕子到底咋回事 小燕子这边过得也不舒缠 虽然皇上是真的喜欢这个新哥哥 又处处照顾她 但是小燕子成天被逼着学规矩 被皇后找茬被容嬷打 就算她打了回去啊 也还是觉得不爽 尤其是皇上越喜欢她 小燕子就越内疚 她甚至还想着扮成太监出宫去找紫薇 可惜被抓了回来 还好有五阿哥和尔泰 他们俩经尔康介绍去见了紫薇之后 觉得这个妹妹真不错 但是宫里那个妹妹也挺好 五阿哥就求紫薇别伤害小燕子 还帮他俩送信 紫薇一打开小燕子信就哭了起来 他三阵才发现 竟然没人告诉紫薇 小燕子被五阿哥射了一眼 差点死在列城上 永齐尔康尔泰立刻互相推脱 我们以为你知道 我以为我哥告诉过你了 我以为尔泰说过 居然我们谁都没说过 紫薇看完信眼不但明白了小燕子的苦衷 而且当场把话做成诗 看到尔康嘖嘖称赞 还四度轻奇地夸赞了五阿哥 五阿哥 谢谢你那一件 设得好 紫薇不但原谅了小燕子 还放弃了成为格格的机会 他刚准备走 尔康就表白挽留他 然后紫薇开开心心地就留了下来 哎 他俩竟然这么容易就成了 永齐给小燕子看了紫薇的回线 小燕子着急要出宫见紫薇 永齐就只好把他装成太监 偷偷把他带到了尔康的家里 紫薇和小燕子时刻多智 终于相见 两个人哭得跟狗一样 紫薇已经皇上那么照顾小燕子 简直酸得要晕过去了 这个时候尔康就赶紧劝 如果没有那把折扇抵破话 小燕子已经被当成刺客给出局了 哪能得到皇上丝毫的联系呢 永齐跟尔康尔太商量 紫薇这事到底咋办 尔太实在想不出来 直接抽成了表情包 紫薇那边也挺抽的 尔康是皇上选的驸马 没办法跟他私订终身 他觉得任爹无望又嫁不了尔康 就跑去他俩的秘密基地葬花 还是尔康听了紫薇的表白 用溢出来的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小燕子把紫薇带进宫 先从宫女干起 然后按照晨光游戏的一贯套路 温水煮黄上 慢慢的让他接受两个个 尔康这招真的有点牛皮 任亲还带买一赠一的 先骗你买假的 然后送你个真的 进宫之前紫薇特别不舍他 又弹起了尔康最爱的那首歌 你会看 进宫之后 紫薇虽然见到了皇上 但也的确是危机四伏 刚来第一天 就受到了班主任容文文的暗中观察 接下来皇后通过引线 得知他讨厌的小燕子 又带来两个人 来路不明不说 长得还有点好看 皇后就问了 魔镜啊魔镜 谁是还猪哥哥里面 长得最好看的人 魔镜回答道 这个剧叫还猪哥哥 你心里没点数吗 皇后听了之后 立刻气冲冲的去书房宅找茬 他进去一看 呼挺热闹 勇气 尔康尔太都在 桂圈实在是有点乱呀 皇上护着小燕子 皇后就只能拿紫薇撒气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容默默就开始暴打紫薇 尔康哪看得了这个 他带着勇气和尔太一捣乱 皇后就更生气了 这个时候紫薇为了 让皇后赶紧擦弯气走人 只好带着宫女 一起做了面部活血操 后来皇后去找皇上告状 他不仅袒护小燕子 还批评他小心眼 皇后简直气氛雕了 他说我要是搞不掉你们 这个皇后你们来做得了 没想到全场唯一真语言家 又说对了 皇上晚上去厨房宅 看小燕子是不是又在做妖 刚好碰上了紫薇 在谈他的代表作 他一听忧正不来 就让他又来了一遍 皇上跟紫薇向谈甚欢 还吓起了旗 两个人对异到天明 皇上职业就去上朝了 尔康跑过来找紫薇 两个人一见面 划分就是这个样子的 想我吗 不想 那 有没有什么悄悄话 要跟我说 有一句 是什么 尔康走了之后 皇上把小燕子叫去书房 说要考她作诗 但小燕子大字不识几个 哪会作诗啊 那诗烂的皇上都听不下去了 只能猛喝矿泉水押金 里面皇后知道了 皇上竟然在书王斋 待了一整宴 再加上龙摸摸又被小燕子 叫醒了一顿 她彻底忍不了了 趁着现在书王斋没人 皇后让手下 把紫薇领进了一个小黑屋 总观全局 环珠哥哥就是一部宫廷 满的家有儿女 紫薇是下雪 吴阿哥是下雨 小燕子是下冰宝 就算有点小摩擦 也不耽误大家嘻嘻哈哈 只有皇后一个人 坚定的拿着宫斗剧的本子 不是想着要高垮小燕子 就是想让自己孩子当太子 所以当紫薇走进小黑屋之后 终于到了喜闻乐见的童年阴影环节 我们将在下一期里 重温紫薇的密室扎人事件 去奏 写水 蹈 终于